全面从严治党之后 就是成绩取得了很多 但是有些同学说 你看那些落马的官员当中 好多都是带病提拔的 你如何看待带病提拔这个问题 带病提拔呢 应该也是我们整个党自身 在整个的 所以讲的 存在问题过程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 因为这个以前就讲的 就是存在的存在观 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中国是一个讲究 这个血缘中原啊 什么老乡校友会啊 所以我跟同学们讲 就是说 以后拉你下水的 必定是王老师 因为王老师可能说 跟你们讲个想不到 拉你下水 是不是你坐在你身边前过 主要的你吓唬了兄弟 对吧 因为这个可能说 在中国的历史来看 就中国的整个 从腐败啊 从观点上存在的负面 从历史上很多东西也能找到 所以第一个呢 就是带病提拔 大家知道 就是说它可能是存在问题了 但是因为这个群带关系 不能不讲到 形成这个小集团了 小帮帮了 他捆在一起了 所以给他提拔上来 那这个从18大以后 是作为整个的啊 干部这个对务件 这种非常重要的啊 来遏制 来进行这种 来把这个现象 就是说作为一个反腐败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来取错 来进行这个诊卷 其中呢 我们首先弄清楚 就是说 一 就是我们现在特别强调了 就是说叫干部的这种 可能培养 甚至说干部的任命的一个 就是问责制 大家知道问责 以后例如说这个干部啊 你是我推荐的 你犯了事情以后 那么现在可能推荐的干部 包括可能说当地的啊 当时的一个组织 相对来讲 从问责制角度来讲 就是说他们一定 当然我们当然也客观调查研究 确实是啊 因为你资深的问题 或者我们这个问题呢 那我要负责 那就问责制 有些可能说 不是因为他可能个人 对吧 跟我关系关系 没有这个直接关系 那答案 答案实际求是 但总体上问责制 可能是个在带病提法 整治这个过程 问责制 可能这个非常 也是未来要 要进行这种 去非常大胆去探索 可能完善的一个制度 所以这是第一 第二以后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还要理解一下 这个就是带病提法 现在我们现在讲 这个现象 确实是客观存在 我讲过了 但是呢 现在这个 我们从干部的整个 现在选拔角度而言 大家也知道 现在我们干部的选拔 制度规范任用 那比显示越来越规范 所以现在呢 我们更多的要强调 例如说这种 一纯重 我们的党员内部的这种 监督这种调查 这种研究 对吧 也就是我们一弄进了 这干部的整个选拔 培养模式呢 我们这边更规范的 换句话 就防止的少部分 就是说 以前讲呢 我清点了 或者我就是说 我就是这个 暗箱操作了 那这样情况下 就干部的这个 选拔任用 这方面呢 我们进行这种 制度的健全跟完善 这也是从根本上 去解决问题的 我去解决问题的 我去解决问题的 解决问题的